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终有一天 我们都需要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勇敢地迈向未来 在演艺圈里 这种告别可能是更加复杂和曲折的 但也同样充满着希望与期待 一、女神宣告独立 就在昨天 杨幂突然发布一则简短的微博 宣布了自己离开家行传媒的消息 她以幽默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写道 共有从前 各有未来 并附上了一张童年照片 杨幂的微博一出 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哗然 二、公司与粉丝应声响应 与此同时 家行传媒也发布声明 感谢杨幂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并祝愿她未来一切顺利 杨幂的离去 无疑是给这家曾经的传媒巨头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众多粉丝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纷纷留言祝福杨幂 期待她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有趣的是 在官宣前一天 杨幂的父亲就在微博上透露了一则暗示 称好日子即将到来 让粉丝们猜测 这是否意味着杨幂将离开家行 而事实证明 这一猜测成真了 三 离开传闻的前奏 实际上 在去年年底 就有粉丝爆料称 杨幂与家行传媒的合约即将到期 双方可能会结束合作 而这一传闻的最早源头 竟然是来自于圈内人士 在某综艺节目中 演员张云龙提到了自己的老板 并暗示这位老板可能是杨幂 这让许多人开始怀疑 杨幂是否已经在筹划 离开家行传媒 紧接着 杨幂的前造型师及助理 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感慨 一位说物是人非 另一位则表示 他会有最好的 再暖起来 这些言辞似乎都在暗示着 杨幂离开家行传媒的可能性 而家行传媒关联艺人栏中 也没有了杨幂的身影 更是让人们对此充满疑问 四 家行与杨幂的曲折关系 家行传媒与杨幂有着深厚的渊源 杨幂不仅是家行的顶梁柱艺人 还是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 然而 在这段长达十几年的合作中 杨幂为家行做出了许多牺牲 他曾未完成公司的提拔新人任务 疯狂拍戏 甚至一度被称为拼命三娘 他还带领新人拍摄了大量家行自制剧 可惜大多数剧集口碑欠佳 让杨幂的口碑也受到了影响 五 离开背后的难言苦衷 作为一位艺人 杨幂在家行期间所接触到的舞台和资源 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他的戏路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拓展 始终围绕着偶像剧打转 而同期的八五花赵丽颖 却已经成功完成了转型 挑战了冷门题材 并获得了成功 相较之下 杨幂的表现力 在医生 律师等角色方面也被诟病 甚至因某部剧集 被冠以油腻之名 如今 杨幂与家行传媒的合约终于到期 他选择不再续约 体面地结束了这段合作 对于杨幂而言 这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期待着他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绽放更加耀眼的光彩 实现更高的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